许多偶像剧跟电视剧都喜欢大玩所谓的失忆梗 但现实中这种状况也并非不可能发生 一位英国的19岁少女杰西卡Jessica Sherman 某天就因为癫痫发作而失忆 在她忘记男友后 又重新爱上一次身为陌生人的她 整个故事堪比电影剧情 19岁的杰西卡在2010年时被医生诊断出有癫痫症状 但她的生活一直与常人无异 直到去年3月时 她跟交往7个月的男友理查Richard Bishop一起搭火车去伦敦 伏中就突然癫痫发作 理查把她送到医院 却错地发现杰西卡失忆了 当时我全身无力 眼神空洞 不然就谁也不认识了 事后形容杰西卡的父母赶到医院来看她 我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但一个小时后 我看到一个女人紧张地跑向我 我不知道她是谁 听到她说她是我的妈妈丽莎 Lisa时 我只能茫然地望着她 杰西卡的父母只好翻找手机上的照片 向她证实他们的确是亲子关系 我完全不知道自己是常怎样的 所以只好一直查看镜中的自己 再跟照片上的人做连结 最后才同意跟他们上车回家 杰西卡说 回去的车上 妈妈感受到了我的恐惧 所以把手放在我的膝盖上 我一开了 对一个陌生人来说 这个姿势感觉太轻易了 杰西卡的父母对她说 她设置已经忘掉了自己的名字 杰西卡停止了她的工作 而且她被医生告知可能找不回过去19年的记忆 那一天 我的世界崩毁了 杰西卡说 我面对着那些自称是我家人的陌生人 不断告诉我关于我自己的事情 但那些对我完全没有意义 我觉得很孤独 因为我完全不知道自己的个性 长处短处 还有我喜欢什么 不喜欢什么 很难解释我失去这19年的记忆 造成什么损失 杰西卡的男友理查 从她失忆后就一直陪伴在身旁 但杰西卡说跟她相处时很有压力 他们让我跟她独处 我很讨厌她 她对我而言就完全是个陌生人 杰西卡说理查带她去了过去两人长去的公园 但她甚至不愿意走在她旁边 当理查试图跟她牵手时 我甩开了 在这段出失忆症的两个礼拜后 杰西卡向理查提出了分手 我看不出我们之间有任何可行性 对我而言 她就像个不真实的陌生人 杰西卡说理查当下备受打击 但马上坚强了起来 阿世道我们可以找回过去的时光 看到她是这么的执着 这让我相信 她应该真的很在乎我 杰西卡说 所以我同意跟她约会 但并没有给出任何承诺 两人一起散步 并到了以前最爱的餐厅 在理查欺而不舍的追求下 杰西卡又二度爱上了她 她说我记不起第一次爱上她的时候 但绝对记得第二次 她对我是如此有耐心 又这么贴心 我没办法不喜欢她 在家人跟理查的帮助下 杰西卡渐渐学会了怎么煮饭 社交穿搭 也让她逐步了解自己 越来越有自信 虽然医生警告她未来仍然有50%的机会再度丧失记忆 但杰西卡指出 她尽量不去担忧有关未来的事情 过去一年的经验让我知道 我能处理未来可能发生的这些状况 对现在的我来说 我只想全心去创造新的回忆 杰西卡也补充说 她现在跟男友理查的关系更紧密了 我在家人跟理查的帮助下找回了生命 我觉得很幸运 因为理查很懂我 而且即使当我认为她是个陌生人时 也愿意站在我身边 她现在几乎算住在我们家了 而且我们的关系越来越清静 杰西卡虽然失去了绝大多数的记忆 但在她的脑海中 理查显然还是她的挚爱 这段爱情故事真的非常感人 相信他们未来也能携手前进 各服更多难关的